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是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我们台北市连续 36度高温的这个记录可以说 是平了这个记录那么预计 明天是有机会在这个刷新记录 因为明天的高温还是有机会 来到36度以上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还是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 大家都要特别的来留意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这么热 跟昨天一样 最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 而且高压中心 目前还是比较接近我们台湾 那么明天也是类似的天气 高压的影响沉降气流 所以云量偏少 另外就是有一些偏南风上来 偏南风就是把南方的暖空气 给带上来 所以有这个地表的加热作用 还有这个南方的暖空气 所以同样的还是会比较热的天气 不过今天也有发展一些 午后的热对流 因为偏南风 有这个在我们山区 有一些这个台湾的作用 所以在山区还是有 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甚至在靠近山区的平地 也是有一些午后的雷震雨 那么这样天气大概就持续到明天 礼拜六的时候太平洋高压 稍微冬退 大家看到北方封面云系 有比较往南边移动 接近我们台湾 所以整体的环境来说 在礼拜六 礼拜天这两天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午后雷震雨的几率 就会变得比较高一点 甚至下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 下雨时间也会拉得比较长 所以提醒大家 周末两天有规划要外出的话 要稍微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尤其前往山区要特别留意 整个天色的变化 小心雷急跟溪水的这个暴涨的情形 再看一下温度预计在未来几天 我们北部的高温 还是有机会都是来到36 37度 所以高温的态势还会再继续的持续下去 低温大概是27度左右 南部的话也是比较热的这个天气 不过南部的话 在外景因为受到偏南风的影响 沿海地区可能会比较容易 有一些局部的短暂的阵雨 但是温度的话还是可以维持在 33到34度左右 低温大概在29度 那么在这个降雨的部分 外景天还是主动在山区比较容易 有一些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另外就是这个我们的 中南部沿海地区清晨 也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的阵雨 因为是吹这个偏南风 所以我们中南部是有这个迎风面的影响 另外就是沿海地区 还有一些海陆风的交互作用 另外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大致上都还是稳定的 北部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大台北地区的话 这个空气品质可能有机会 来到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明天天气也是跟今天比较类似 比较炎热 那么同样山区还是会有 午后雷震雨的这个发展 所以这个重点提醒大家 明天天气是跟今天比较 类似的都是持续炎热 另外要留意就是午后雷震雨 中午的时候最热要避免外出 前往山区要特别留意雷迹以及吸水 这个暴涨的情形 礼拜六的话高压会稍微冬退 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那么这个整个午后雷震雨 会变得比较显著 所以提醒大家外景天 要持续关注整个天气的一个变化